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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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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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記得當時 這個學習是來自於日瑤 你找那人做事 你首先要知道那人給你什麼 其次就是 來自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我學會肯製作唱片 其實應該是這樣想的 我記得當時 我竟然有幸在 許安華導演的組織裏 做一個角色 我就是拍《土姐》 拍《土姐》的時候 我很開心 有機會參與這部電影 是因為我可以看到 她的組織是怎樣做 她究竟作為一個導演 是怎樣帶著演員 和整隊團隊去做事 她不會令大家有空間 喜劇讓大家很輕鬆 然後我便想 為何可以放手給演員 這樣做 我不知道之前有多少討論 但起碼在我那裡 她選擇我的時候 她已經選了屬於我的角色 她已經知道我完全會給你 如果你選擇對方 她便可以很自然地 用她的技巧 在這件對的事裡 做對的決定 即是 如果這個人編首歌 為何這個人寫首詞 為何這個人彈吉他 你一開始便要知道 那個人其實能給你 所以寫歌詞 即是找寫歌詞 如果問有沒有特別設計 我反過來覺得是這樣 有些歌未必適合 一些人未必適合 寫一些歌 所以一定要知道 所有好的歌曲 都是由好的樂手去打造出來 而是一個很有趣的牽引 但這個概念 是因為來自17年的時候 路海同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樂手 他令我可以很放心 所以一個好的樂手 如何訓練到我 變成今天我可以唱這些歌 當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但起碼到現在 我覺得唱完出來 我自己也是滿意的 在這個合作經驗裡 除了Anthony之外 還有其他樂手也是 李榮鴻是一個很好的樂手 方井是一個很好的鼓手 其他邀請回來的低音樂手 都是很好的低音樂手 上一首我的老公 全部都是很厲害的樂手 這個過程是 定義了我要怎樣去唱歌 跟Anthony的合作 我就覺得 經過之前的訓練 我跟大師合作 我也不會實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作為我自己 我覺得一個女歌手 是要嘗試去經歷的一件事 我很幸運 當時同事就問我 我們要寫來貼文 說有making of 你不如想一句寫 然後我在街上走走走走 然後有一句說話飄出來 我覺得是真的 如果一個女人 一生都是在等待一個對的男人 一個女歌手 一生就是在等待一個李榮鴻 因為當我記得 我跟她 當我跟她在studio 彈琴 她在彈琴 我唱的時候 我簡直覺得 你真的可以縱壞一個女歌手 但是同時間 你也會令到女歌手勝華 為甚麼 因為當我們在唱 講四個小時的studio section 之前我們其實是沒見過面 我們都是text去談 我們在text的時候 我們在談歌 應該怎樣唱 可能是說兩句 大概不如這樣試一下 但你真的要埋錦 試你才會知道 我們進到studio 頭一個小時 聊聊天 然後她排琴彈一下 我唱一下 然後她就開始試不同的編曲 到真的錄 是說7點 7點到studio 9點開始錄 然後9點開始錄 我們總共錄了7副 即是錄到10點多 在7副裏面 我每一次唱 我呼吸 我吸氣 我錄那句 究竟她是一個甚麼的力量 她已經知道 在一個吸氣裏面 她已經知道 這些是經驗 是難得到的 不細心 而且她一定是在我們聽的時候 已經觸摸到 究竟我唱歌 大概怎樣 這件事 聽起來好像 對呀 大師你當然應該要認識這樣 但當你真的感受到中間的功力 你真的經歷過一次的事情之後 你就會明白大師為何是大師 直陽生活這首歌 直陽生活和最幸運的人 都是Anthony寫的 最幸運的人是慢歌 大家聽到 他覺得很億年 好像億年會有一首 Anthony寫給他 這個歌 直陽生活就是 集所有的Diva 大成於一身的一首 又沒有至於紅順蓮這麼厲害 也有些什麼都咬的調皮 這首歌是難聽到的 但兩首歌最大的考驗是 你自己作為一個女生 一個女歌手 女歌手是另一種生物 女歌手要處理的事情 不是一個女生處理的事情 那麼簡單 但女歌手也在表現一個形象 表現一種態度 表現一個女生的表情 所有事情是看她怎樣做人 所以這兩首歌 好像一塊鏡子 把我照出來 然後照出來究竟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錄這兩首歌是最難的 最難的原因就是這種態度 直陽生活就是 你會不會太輕挑呢 但你裡面究竟有多少信心 這首歌就會聽到 最幸運的人 就是你有多成熟 還有你有多真心 又會聽到 又不可以太老跡 但你太年輕又不夠 convincing 因為本身兩首作品 他們各自的成熟度都很高 這就是這兩首歌的難度